大家晚上好 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 今天给大家讲的是一部叫 万物起源 讲述宇宙 我们自己以及我们的文化 本书由格雷厄姆 劳顿与珍妮弗 丹尼尔两位作家撰写 罗登是新科学家的总编辑 与科学美国人一样 是一份高水准的科学刊物 罗登的科学是有趣 有料 有吸引力的 丹尼尔是知名的 纽约时报插画家 谷歌公司的创意主管 他给书中的每一个问题 都富有精美的插画 使他看起来非常有趣 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 万物起源 就是这个问题的解答 本书涵盖了宇宙 地球 生命 文明 知识和发明 六大类 53个起源问题 你有没有在看星星的时候 看着天上的星星 感慨 为什么会有宇宙呢 当你在相间漫步时 你会被一种绿意所吸引 生活是怎样开始的 在参观这个美术馆时 他看到了许多珍奇的文物 这是什么人 我们似乎出于对根源问题的直觉 总是不由自主地去探究万物的起因 为何 起源问题 如此具有吸引力 读完本书 你会明白 起源问题的吸引力 在于其出其不易 例如 世界并非是一场意外 而是一场意外 而人类的演化 更是一种神奇 而关于文明的发展 更是需要无限的想象力 对根源的问题的探索 如同一场智慧之旅 让我们充满了兴趣 霍金 一位杰出的物理学家 他是本书的影子 在序论中 霍金可能解释了 为什么 我们总是执着于我们来自何方 难道 整个世界 只有我们一个人会这么问吗 晚上好 各位 接下来由我来给大家讲解本书的核心重点 现在进入我们的核心内容 首先 我们要讲的是 人类的起源 在人类的历史发展过程中 不仅有法则的影响 还有想象 三国演义的开头有一段 何则分 分则散 这段文字描述的是一个社会的发展规律 这个规律 往往表现为繁荣与衰退 巨变与停顿 的确 人类的发展是有一定的规律的 根据汤因比的说法 一个人的文化 总是经历着起源 成长 衰落和解体的循环 然而 在这样的循环变迁中 人类的社会却没有停滞 而是以螺旋的方式发展着 是哪些要素促使人类的发展 而非在原地踏步 历史学者们曾从进化论 经济发展等方面 对此做出过大量的解释 这位作家 给予我们一个很大的启示 起源的传说 可以极大的刺激我们的想象力 其实 想象是我们的天性 和一个很大的推动因素 想象是人的创意 是突如其来的灵感 令人难以置信 充满创意 我们经常会说灵光一线 想象的可贵之处 是源自既有的文化 但并不局限于既有的文化 其创造力将引领人们 打破既有的认识与体验 并对其进行超越 正是这一探求 推动了人们的认识提升 并将文明推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当然 这并非是说 人类的发展 完全是依靠自己的想象 想象的创造 尤其是对人类的发展和过程 有重大影响的重大的想象 其创造必然取决于 早期的文化发展 同时也要受主观条件的限制 但另一方面 人类社会的发展 并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实现的 而是要经过一代代人的 不断探索和练习 因此 想象并非无所不能 如果没有创新 那么 人类的社会就无法突破瓶颈 无法进步 永远都会在这里徘徊 而没有创新 那就更不可能了 就像是一种语言的产生 我们现在通过考古学 和语言学等方面的调查发现 书写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进程 早在语言发明以前 人们就有了结绳 绘画 雕刻等等的记载方法 这种方法 尽管易于掌握 却很难把复杂的东西记录下来 当文明不断发展 人们需要更多的资料去记录更多的时候 也许正是因为这样的需要 我们的祖先才会用象征的方式去记录 起初 他们制造出类似于简化的象形符号 渐渐地 他们变得更加抽象 最后 在长期的发展中 他们变成了现在的语言 这当中 有的国家自创的象征意义 产生了与口语相关联的音节 及英语等表音系统 有的国家自创的符号 具有表达意义的作用 从而构成了汉语所特有的表意系统 但无论哪个系统的语言 都是从原始的字符慢慢演化出来的 我们不能确定 我们的祖先是如何发明这些符号 来记载这些东西的 但是 这些东西都是非常有创意的 怎么会这样说 因为象征不像绘画 雕刻那样简单 要了解它的含义 就得先读书 然后将它转化为自己的口音 然后用脑子去加工 但是 这位作家却对我们说 读书并非我们所认为的那样容易 它更是我们所能做到的最伟大的成就 因为有调查显示 语言语交流不一样 人类大脑并非与生俱来 而是需要有针对性地进行长时间的锻炼 这一点 相信各位也都有所了解 在我们还是个孩子的时候 我们就一直在进行着阅读方面的培训 因为人的大脑并不具备这种能力 用文字来进行文字的书写 不但非常的艰难 甚至违背了人的本能 因此 用象征来记录这种观念 不但要超越现有的认识方式 更要超越本能 而且 在整个人类的历史长河中 象征着最宝贵的想象 作为一种文化的先驱 以其产生为主要特点 笔者以笔得 丹尼尔斯的名著 世界文字系统为例 着重指出了语言决定了人 而文字决定了文明 在这个日趋繁复的时代 语言是必不可少的 没有了文字 我们就无法高效 准确地记录 没有它们 我们如何理解和传递知识 没有这样的想象力 人类的文化就会消失 毫不为过 那是一个关于单词起源的传说 在那个传说中 幻想使我们自己更加完美 进而促进了人类的发展 另外 用你的想象来了解这个世界 1874年 一位青年在选择自己的大学时 陷入了两难的境地 他对音乐和物理学都很精通 却不知道该选哪一门 他去请教了自己的导师 对方诚恳地建议他 让他放弃物理学 毕竟在这方面 什么都是被人研究出来的 唯一需要做的 就是弥补自己的不足 从现在的情况来看 这名教师的意见是错误的 自1874年至今 近150年来 物理已经有了巨大的改变 但在那个时候 他的提议还是很有道理的 原因在于 牛顿在1687年 就提出了三条基本法则 来求解力与运动性问题 而1873年 也就是英国的麦克思维 他创立了麦克思维方程 用来求解电磁学问题 现在看来 所有的物理问题都被解决了 就算把所有的时间 都用在了物理上 也不会有太大的成就 在那时 许多人都抱着这样的想法 1900年 著名的物理学家开尔文 也就是那个大牛 现在我们 还用他的名字来测量体温 他在一次讲话中说 物理学的大楼 已经建造好了 只需要把它修补一下就行了 目前的物理学界 只有两片云彩 一片是不变的速度 一片是热辐射 但开尔文相信 这两个问题也会迎刃而解 虽然在物理领域 似乎没有太大的希望 但是这个年轻人 还是决定去做 到1894年 这个年轻人 在柏林的一所学校里 当了一名老师 他被一家能源公司委托 来学习用最小的能源 制造最大的白色光线 但最终的结果 却是惨不忍睹 这是一个被称为 黑体辐射问题的问题 实际上 我们之前已经说过 所谓的两团黑物 就是开尔文所谓的二团 我把它简略地介绍一下 任何一个具有热量的东西 都会发出一种电磁信号 当它变得更高的时候 它的能量就会变得更强 这种情况叫做热辐射 但是 电磁波是一种 具有多种波段的波 其辐射能 随着气温的变化而发生变化 为了解各种波段的热能 科学家设想出一种 能够充分地吸收外界的辐射 而没有任何反光的物质 即所谓的黑体 并进行一套关于黑体的试验 研究发现 当波数的波长很长或很短时 其发射的能量会很低 而且不会受到气温的明显的变化 然而 牛顿与麦克思维的学说预言 这些短波的能量将会达到无穷大 这与试验的结论完全背道而驰 甚至违背了最根本的能量守恒法则 众所周知 一个物质的自身的力量是有极限的 它又如何能够释放出无限的力量 这种冲突叫做黑色线问题 这件事一直困扰着物理学 所以 凯尔文爵士才会将其视为另一片阴霾 我们的那位叔叔研究过这个问题很长一段时间 但却一无所获 也很失望 然而 1900年12月 吉凯尔文爵士提议两片阴霾之后 42岁的中年男人灵光闪现 产生了一个不可思议的假设 他指出 问题在于我们对电磁波的认识 波并非我们通常所想的 是一种间断的 而是一团又一团的能量 他认为 每一组的能量都是一种量子力学 他的学说又名量子力学 从这个角度来看 这个结论和他的试验结果是吻合的 你应该能猜出 他是什么人了 是的 他正是德国著名物理学家 量子力学的奠基者 与爱因斯坦齐名的马克思 普朗克 普朗克在1918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大奖时 获得了一项伟大的成就 量子力学的概念 是人们认知世界的一个非常有天赋的创意 其创意之大 让普朗克自己都觉得匪夷所思 并将其称之为绝望之举 指的就是在古典物理学陷入困境时 被迫做出的一种理论 但就是这种近乎疯狂的举动 打破了物理学界对极小的认知 打破了物理领域的界限 更让那些想要对物理基本原理 进行深入探索的青年物理学家们 产生了灵感 在普朗克以后 埃尔伯特 爱因斯坦 尼尔斯 波尔 维尔纳海森堡 埃尔温 薛定谔等四名物理学家 都受到了这种思想的启发 被授予了诺贝尔物理学奖项 他们和一群伟大的物理学家 将普朗克的想象力发挥到了极致 并创造了一个新的量子力学 让我们的理解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我们现在应当感谢普朗克最初的决定 他的想象力使人类 进入了一个量子纪元 第二段 首先 我们要说的是 宇宙的形成是必然的 宇宙的形成并非是巧合 而是必然 说到宇宙的源头 人们都会联想到现在最流行的关于大爆炸的学说 这种假设是 大爆发之前有一个无穷大的奇异点 其密度是无穷大 然后 起点大爆发 让整个世界重新诞生 但是 大宇宙的大爆炸 并没有给我们带来全部的迷茫 我们无法想象在一个空洞里会出现什么 这简直是匪夷所思 就像是一个魔术大师变成了一个人 实际上 这是一个关于无的物理概念的问题 我们一般把无与有 看作是两种相对的东西 但是 从量子力学的角度来说 没有任何的矛盾 也没有任何的不同 就像是一个宇宙 看似包含了无数恒星 行星 星系 但事实上 这个世界是没有存在的 因为 在宇宙的形成过程中 正能量和负能量是一样的 因此 我们若将整个世界的一切 以及所有的能源 都归为零 因此 你们可以看到 存在着这种状态 它是由不存在构成的 就好像是一种局部和全局的联系 我来举例 例如 我没有现金 就去了一家银行 拿了一百美元 好吧 本来我兜里是没有的 但是有了一百 我就可以白手起家了 可是 我会不会因为这件事而感到很富有呢 不 我明白 尽管我兜里多了一百元 可我在银行的账户上 却少了一百元 所以 总体的财产并没有增长 因此 对于个人来说 有钱 对于个人的财富 就没有了 我们之前说过 宇宙中有很多种物质和能源 但所有的东西都是零 我们现在才明白 没有与有事相矛盾的 但是 为何从没有中 一定会有存在 我们一般都以为 没有 是一种更加正常的 更稳固的东西 它将永远地存在下去 没有 是不确定的 也不是绝对不会出现的 这是为何 这种无 是一种非常理想的现象 用物理上的说法就是对称 无论你怎么努力 都无法改变这种现象 而过于圆满的事物 则无法持久 因而不稳固 如果不能保持平衡 那么就必须被破坏 而破坏的就是量子波动 这就是为何没有存在的原因 说到这里 我突然想到了一件事 它辛辛苦苦打扫了一遍 没想到三日后 又变得一塌糊涂 而且还变得更糟 你也许曾经很烦恼 为什么你不会保持干净 你现在明白了 这种一尘不染的虚空 是不自然的 不稳定的 是没有的 如果你知道了 没有这个概念 那么你就会发现 虚无是一定会被破坏的 无中一定会有存在 因此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宇宙的形成并非巧合 而是必然 正如作家所说 大爆发可能是一种 不存在于任何自然现象的现象 它将会引发整个宇宙的起源 首先 我们要说的是宇宙的最初的必然 简单来说 宇宙的形成不是巧合 而是必然 第三段 说到这里 我们开始讨论下一个话题 关于人类的历史 人的诞生并非演化的必然结果 它确实是一种神奇 与宇宙的本源截然对立 人们往往把人的祖先 看作是演化过程中的一个不可避免的结果 可事实就是如此吗 让我们穿越时间和空间 让我们回顾以下种族的源头 了解一切的始末 目前的调查显示 简单的生物是不可避免的 但是 复杂生物的诞生却是不同的 所谓的复合生物 就是所谓的真核生物 它是一种由大量的复杂的细胞构成的生物 复合的真核细胞 具有细胞核和一些关键的细胞器 如线立体 所有的动物都是真核细胞构成的 其中就有我们自己 过去 有一些科学家曾相信 只要有了单纯的生物 它们就一定会演化得更加的错综复杂 因此 有了这样的生物 就有了演化的必要 但这个发现 让所有人都大吃一惊 从最原始的单细胞诞生到产生一个复合的细胞 已经过去了20亿年 相当于地球的 寿命的二分之一 而在这个过程中 单纯的细胞进化成了一个复杂的单元 看起来就像是一个偶然 这种决定性的 一次的事情是如何产生的 这个问题的回答 让所有人都大吃一惊 因为某种原因 一个单纯的小细胞 被另外一个小的小细胞给吃掉了 当两个简单的细胞结合在一起时 那些被吞噬的细胞竟然还能活动 开始和吞噬它们的细胞合作 开始了内共生 在长久的内部共存过程中 被吞噬者会慢慢进化为一种 类似于线粒体的生物 然后再经历一段时间的进化 最后变成一个复合的个体 在生物界 尤其是在线粒体方面 存在着非常重要的一环 这是由于线粒体是一个能源站点 它向细胞供给能源 之前单纯的细胞 只是因为细胞膜的缘故 吸收的能源很少 整天挨饿 怎么可能长大 但是 如今有了一种 能够为人体补充足够的能源的线粒体 并且能够持续地自我繁殖 为身体的生长供给无穷无尽的能源 通过这种方式 可以使真核细胞生长 聚合 分化为多种多细胞生物 并由此衍生出一系列的复合生物 回顾这一系列的事情 一次意外的野餐 会孕育出一对好朋友 他们手牵手 为一个繁复的生物演化揭开序幕 许多科学家都相信 几十亿年来 这样的一次交友 也许就是一次 很显然 从一个单一的细胞 进化成一个复杂的生命 并非不可抗拒的 它本身就是一个神奇的现象 从原始的原始阶段开始 单纯生物就神奇地演化成了一个复合生物 但是 这并不仅仅是一个人类的开始 我们都清楚 人是从古代的猿猴演化而来 但是 这种演化并非一帆风顺 水稻渠成 与人类最接近的是黑猩猩 虽然在七百万年以前 我们的祖先就与它们分开了 但是四百万年过去了 我们的祖先还是长得跟猩猩一样 而众所周知的 露西 则是在三百二十万年以前 被视为最古老的人类始祖 而人类在两百万年到三百万年之前 是不会有人类存在的 换句话说 我们用了将近五百万年的时间 最终成为人类 这只是一个原因 另外 你是否好奇 为何没有同类的同类 从生物的角度来看 我们现在的人类属于哺乳动物刚 灵长类 人科 智人 在人属中 我们是唯一的物种 我们是没有兄弟姊妹的独子 事实上 不只是我们人类 尼安德特人 丹尼索瓦人 海德堡人 弗洛勒斯人 他们有的身材魁梧 像尼安德特人 有的身材娇小 动作敏捷 像弗洛勒斯 他们每一个都拥有强大的生命力 相对于人类来说 他们并没有任何的特殊之处 但到了最后 人类中就只有我们人类了 而其他的种族 又是怎么消失的 现在 这一问题依然是一个谜 但是看起来 人类在这些问题上 扮演了很大的角色 在《人类简史》中 这位作家提及当今的替代理论 即致人杀死其他物种 有一种令人毛骨悚然的推测是 人类曾吞噬过某些物种 例如 尼安德特人 选择说下人 但在那个时代 也许就是强者为尊的时代 这让我想到了 三体中的一段经典台词 丧失了人类 丧失了许多 丧失了动物 就丧失了所有 不管怎么说 在与同类种族的激烈较量中 人类将其他参赛者全部击败 最终获得了胜利 这里面 有一些技巧 也有一些机缘 我们的祖先在漫长的历史中 经过了一段时间的艰难的进化 终于诞生了我们 这里面的任何一个错误 我们都有很大的机会 这简直就是神迹啊 显然 无论是从单纯的生物到繁复的生物 或是从猿猴变成人 都并非完全没有必要 正如笔者所言 从一个单一的细胞 进化成我们这种复杂的物种 是这个星球上的一个真实的生命的奇迹 然后来看看